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知道徐博士算是非常成功的高票当选 我家里也收到很多人打电话来替他辅选 我想知道,以这样一个新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关心他,这么爱戴他 您也是一个义工,可不可以请你说一下 因为我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在我们家附近经常就有人来跟我说,希望我投他的票 我想,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义工的平均年龄都非常的年轻 对对对,这是我非常惊讶的 那我们不但非常年轻的,而且看起来呢,大家都很善良 那您好奇的应该是说,这么多年轻,而且善良的义工,是从哪里逢出来的 对对对 那我讲一下我们的背景 我本身呢,跟世勋呢,是十几年的好朋友 那当世勋愿意这样子进入政治这个栏纲,愿意为大家付出的时候,我是被他感动 所以我出来,这是我个人的情形 那我本身也有很多学生,那我就骗我的学生,跟他们讲说 我常常说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这一代,我这一代啊,很幸福 为什么很幸福呢?因为我的长辈们呢,帮我们这一代铺好的路 我们就按照长辈的规划,一步步的走,我们就会安定,我们就会安康 可是现代的年轻人呢,彷徨 因为他们不管怎么走,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好,那世勋给了我们一个希望 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改变 这个改变的方向呢,是有希望的改变 就是这股力量呢,感染了这么多的年轻人 好,让他们愿意呢,化出来呢,会跟着一起来做改变 所以呢,这些义工呢,我这样讲好了 连来参加那个,来做义工的便当钱都是自己出的 都是自己出的 那,这股年轻人的力量呢,就是在这种感召之下产生的 是,那非常的,听了你这一番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说,他终于 这样的成就啊,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